哈囉大家好 這裡是POV團POVSTUDIO 我是祥林 大家看到沒有我現在的錢是3896塊錢 可以知道我在這邊混了多少天了吧 人口也到了19個人了 並沒有蓋新的房子出來 人口到19個人是因為某人跟某人結婚 然後某人搬去跟某人住 所以多了一間空房 所以又有某人搬到那個空房裡面去 所以人口又多了一個這樣子 OK 然後我在這邊發現了很大的問題 就是在這裡我們的胡蘿蔔 因為都沒有一直都沒蓋雜貨店 所以呢 是的一直都沒蓋雜貨店 所以我們很缺胡蘿蔔啊 然後呢我得跟大家說 我到底這邊混了這麼久 我都幹了些什麼事情呢 當然很簡單 我們只要開一下我們的這個地圖 大家可以看到說 我的這個路啊 已經從這邊蓋過去了 一直蓋過去 然後我甚至蓋到這邊還有點右轉 從這邊右轉過來一下子 然後這邊呢原本是那個什麼 這條道路應該是在這邊還是這邊 反正被掩蓋了嗎 然後我把這邊呢也都叫人來這邊整坪了 整坪之後這道路都已經出來 那這條道路呢是直接就 剛剛好在這個湖面上面 剛剛好在他的上面 然後就剛好這樣子蓋過去 然後蓋到這邊來之後呢 我們就過去那邊 走過去那邊給大家看一下 因為這邊 這邊有個不明物體有沒有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邊有個不明物體在這裡 很大的一個不明物體 好啦我們開過去給大家看一下 那在旁邊這一邊呢 這一個人他挖礦業已經挖完了 是的 他已經挖穿了 他已經挖穿了 但是呢 道路的話 原本好像只蓋到一半吧 然後 後面呢 我又再叫那一個人回來 在這邊又往前蓋了 不然的話這裡面一直在生怪 太暗了 我們先從這邊到前面 還是神怪 因為那邊還有一些很暗的地方 然後 我只叫他蓋60這麼長 應該還要再叫他再過來繼續蓋 可能要蓋個30的吧 嗯 好 就這麼決定了 我先叫他過來蓋一下吧 然後 他蓋完之後我們沿路這條一直走下去 給大家看一下下面有些什麼東西 然後呢 嗯 就可以差不多先來這附近 先給他們在這裡好了 就在這裡沒關係 因為現在我們人口還是都集中在 這個村莊這邊 這個城鎮這邊 所以這邊的話 那找一個地方蓋一個那個 雜貨店就行了 哇 我身上東西太多了 這 呵呵 火要不要啊 謝謝 這個燈乾脆就 也先丟旁邊吧 沒關係 欸我的弓 打了太多怪 這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這弓可以合成 太棒了 OK 吸完了 吸到了吸到了 吸到了之後就趕快趕過來這邊吧 那這邊的話 我把這邊先填一下 把它填起來 這就是我身上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多的煤炭磚 有必要帶著多的煤炭磚的原因呢 噢我的天啊 先設法把它們解決掉 呵啊 後退 後退後退 後退 OK 然後呢這邊挖穿之後啊 因為 從這邊 這一 這一個地平面 欸應該說這一邊這個高度啊 一直往前面過去 都沒有什麼東西可以給他挖了 好像好像有一公里的關係吧 所以他是自動停止挖的 然後 他顯示了一條訊息 但現在是沒了 他顯示了一條訊息說 他前面呢 有一公里之內都沒有東西 所以他就停止再繼續挖了這樣 然後他就說他退休了 這麼容易退休的嗎 莫名其妙 然後旁邊的話沒他 應該有些人會叫我說要挖吧 可是我已經懶得挖了 說真的 這個給他放一下 然後在這邊 我們叫那一個人過來 他等級一定到4了 因為他一直在蓋東西啊 尤其是道路啊 他蓋太多太多的道路了 呃太多太多的道路了 這邊蓋30那麼長過去 應該就夠了 然後的話呢 就是說 這邊一直下去 然後往右邊轉嘛 這邊的話就重新下去 然後呢 他是得往右邊這邊轉過來的 我們還是出去吧 在這個太陽底下看比較清楚一點 我們的地圖會看比較清楚一點 地圖的那個按鈕在這裡 這邊這樣出來之後呢 這邊應該要從這邊這樣延伸過來才對 當初說的就是這樣延伸過來嘛 延伸過來之後 就可以從這邊這樣子 接到這邊來了 那這邊的話呢 都會是一些 這邊的地感覺比較平啊 跟這邊比起來 那邊的地真的平很多了 這邊的話 過去給大家看一下 這邊真的還蠻慘烈的 那他蓋很快 應該很快就蓋完了 才30而已嘛 那主要是要把這一整條隧道先照亮 好走囉 我們沿著這一條路下去 那在現在這個樣子看起來的話呢 我的法拉利 速度雖然好像很快 可是 這個距離真的太長了啦 結果 要開過去的話也不是那麼容易了 哎 他的等級 建築等級到5了耶 哇 很快就把它給培養到等級5了 他 他現在好像22歲吧 還23歲 還蠻年輕了 等級已經5了耶 很不錯 大家看到沒有 哈哈 那個不明物體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我的一個 我的一個 雕像 我的雕像 我的雕像好了 就是我的雕像嗎 那這是在我的貼吧上面呢 有一位小夥伴呢 幫我 幫我建立的 我覺得這個雕像 他做的超級可愛的 因為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正常來說 我們這邊應該是4格寬的 可是要把它縮成3格寬 也就是說 我會變成大頭寶寶 他的頭好像是用圓比例 對 他頭是用圓比例 所以看起來我就會變成大頭寶寶 大頭寶寶超可愛的 大頭寶寶 這是我的雕像在這邊呢 好啦 然後呢 我們來點一下這一個來看一下 那就是他啦 Jacky2這一個 他在我的貼吧上面好像不是 並不是用這個名字啦 不過他在這裡面呢 他自己把自己的作者名稱打是這一個 那就是這一個名字吧 就是他 喔對了 然後下面這邊有一些樓梯 看起來好像應該是要轉向的吧 我都沒轉 轉一下吧 應該要再轉兩次 OK這樣子的話就是正常的一個 轉向了吧 我覺得好像還有一些地方還是不太正常 這個實在是沒辦法 他在蓋的時候就是 蓋的時候就會這樣 然後後面的話有一些箱子是因為 我把這邊的地整坪 所以很多的這個泥土啊對不對 那羊毛的話是因為蓋這個需要很多的羊毛 所以我呢 在那個什麼 綿羊那邊啊 綿羊 綿羊牧場 綿羊牧場那邊拿的羊還不夠 我還是去那個建築材料商買的一些羊毛過來 這一整個都是綿羊 那個羊毛做出來的 所以在一直往前呢 大家可以看到是這邊一開始被切面了 所以說 就這邊一開始的話 這邊開始就已經被切掉了 那旁邊都會有這些箱子所在 因為我要多放一些多餘的東西在這裡面 有些東西真的感覺太多餘了 差不多可以先丟一丟吧 然後道路一直這樣子蓋下去 一直這樣蓋下去 那這邊的話還是得繼續整地 那在這邊的話 因為是還有一些河流的關係 所以在下面這一片 我不太清楚這邊到底能不能做一些建築在這邊 但是上面這邊呢我想要做一些建 這邊要可能要弄一個比較豪華的城市要弄在這邊了吧 然後我的車呢要很小心不能開到那裡面去 不然他會淹死 是到他這裡了 我們這邊可以右轉 右轉過去 右轉過來之後呢可以發現說 他這邊真的是太齊虛不平了 太齊虛不平了 這邊高低低的太多了 所以這邊要整地需要整很久 這邊要整很久的地喔 沒有錯 會比較麻煩一點吧 整地要整很久 不過這邊的地呢倒是超級大的吧 可以這麼說 反正現在這邊的話呢 道路竟然先蓋到這邊了 但是我想應該暫時還不會先發展到這裡來 因為沿途上來說的話 好像都還沒有什麼東西嘛 我想沿途附近啊 旁邊也許可以先弄成一些農田的部分喔 像這邊旁邊這邊啊 這麼大一片這種草地啊 這邊可以做成一個農場在這邊啊 這邊可以做農農田的 所以就在我的雕像底下這邊 旁邊這邊可能就可以蓋農田吧 可以這麼說 我的我的打算是這個樣子啊 因為我還有什麼馬鈴薯可以種嗎 對不對 這邊有沒有多的馬鈴薯 這邊沒有 但是剛剛那個箱子裡面是有的 所以我應該差不多可以回去 然後再做一個那個農場方塊 農場方塊 然後帶著那幾個那個吧 路標過來這邊 然後我先把農場先搞定 還有就是說那個 那個什麼 要再多蓋一個雜貨屋在那邊呢 沒有錯 那當然的話現在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來看的話呢 我們整個跨距很大了對不對 我們整個跨距已經是非常大了 從這邊呢已經要跨到這邊 然後跨到這邊來啊 到這邊來了 所以我們到時候也可能會跨到這邊來 那就變成說我們這邊可能是 真的可以分為 呃居住區啊 然後農場區啊 還有工業區啊 真的可以這麼分啊 好現在收入281塊 28281.79塊錢啊 這是每一天的收入還挺多的 那前面那邊應該已經不會再生怪了 應該都已經夠亮了吧 我們到底去看一下 而且我還要把那個建築方塊給挖下來才行 然後先叫這個建築師呢 去蓋一個雜貨屋在那邊 喔好像蓋出去了 果然用30的沒錯啊 用30的它就會稍微突出來一點點這樣子 喔唷 下去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哪裡來的啊 怎麼走過來的 怎麼走過來的 你還真厲害啊 砍你綠色的頭 砍不到綠色的頭 砍到了 躲起來 偷偷砍它 好像砍不到它 砍不到它 算了 那 那那那那那那 把這個給挖下來吧 還有很多的石頭在這裡面 撿不完啦 果然是撿不完 東西太多了 東西真的太多了 然後那個 這邊挖礦挖成這個樣子 當然 也很明顯的啊 那邊也是一堆東西在那裡面 反正我先過來到這邊來 然後我把馬鈴薯呢都聚集一下 我等一下就拿到它下面去 把那邊的先種的農田在那邊 我為什麼會這麼喜歡那個樣子呢 其實也是有原因的 等一下 這個先把它砍死 哪裡來的 這邊應該 夠亮了才對吧 它怎麼從這邊走出來 這邊嗎 下面 喔這下面有點暗 插一下 OK 行了 神秘的水 水 水下之樹 神秘的廢墟 好啦 然後我們來這邊先把這個 馬鈴薯這邊應該還有 喔在這邊 總共有五顆馬鈴薯啊 打怪打得多 還真的是這些東西都容易收得到 好我們去旁邊一個地方呢 先蓋一個雜貨墊在這邊 然後我們來吧 這個等級五的叫過來之後呢 我們趕快在這邊呢 先蓋一間 雜貨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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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還看不出來 因為我是中文版啊 好多人在反對我用英文版耶 到底是為什麼 好啦 反對就反對啦 反正 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叫它蓋吧 然後我去多買一些柵欄 多買個兩三組柵欄吧 欸 欸 喔他啦 大家看他的皮膚的樣子喔 有點像那個精靈對不對 他的耳朵還有點那個 看起來像是尖起來的那種感覺 他好像是什麼 就是精靈德魯伊的樣子吧 Fence在這裡 呃 五組好了 五組應該夠我用了吧 那他現在這邊還缺什麼嗎 他有缺什麼 他缺橡木材 管他需要的是這種橡木材之類的喔 這邊還是再多給 欸 多給他一些吧 好 我做了兩個農場方塊出來 因為我要種的呢 不只是只有那個 不只是有馬鈴薯而已喔 我還有 小麥要種 對我還有小麥要種 所以過來這邊看一下吧 這邊的話 喔他這邊就 他這邊已經要蓋完了 這個這個 我才 才稍微做了一點東西而已 他這邊已經要蓋完了 太快了一點吧 不過他這邊懸空了 哈哈哈 他懸空了 不 你不可以懸空的啊 這個這個人 市民如果掉下去怎麼辦啊 我知道自己先下來了 呃 這下面該怎麼辦 差點火把照亮就行了 好吧 我也沒有其他的方法 只能這樣 好 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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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這邊都填起來吧 就這樣子 只能這樣只能這樣 OK 所以呢在這邊有雜貨店的話呢 我們先叫人來這邊賣東西吧 那麼在西瓜啊 以及南瓜的部分 感覺上真的不太需要種啊 真的不太需要種啊 所以我這邊的話直接叫 誰來這邊就行了 那反正人很多嘛 我就隨便叫一個人都行 就他吧 OK 那在這一棟的部分呢 其實他有一個十層樓的嘛 然後呢 他每一層樓的收入 大概是二十多塊錢嘛 那時候算是這樣 然後總造價是五十多塊喔 那我 我弄了一個二十層樓的 這是十層樓 我弄了一個二十層樓的 那總造價就是他的兩倍 可容納人口數呢 也是他的兩倍喔 然後每一層樓的那個 可以收的租金也是他的兩倍 所以如果我把那個二十層樓 給蓋出來的話 那個收入呢 會非常非常非常可觀的 會變成有多少 每一天的話應該會有五十多塊 每一 每一天每一層樓五十多塊嘛 所以有二十個人的話應該會有一千 會到達每天會有一千塊錢的收入這樣 呵呵呵 不過那要我把那二十 那二十個蓋出來才行啦 而且 如果說我把那一棟二十層樓給蓋出來的話 我的人口數會增加二十個人 在一瞬間會增加二十個人 沒有錯會很恐怖的 好啦接下來的話呢就是 這邊一直往下面走的話呢 因為因為什麼呢 我之前在台北念書嘛 然後 我會搭高鐵啊 從高雄然後到台北去 然後因為我家在高雄嗎 那每次搭高鐵要從台北回來的時候呢 中途都會經過這些地方 都會經過像這樣的地方 然後 中途就會經過嘉南平原 嘉南平原的話都是在種地的嘛 所以 我就會覺得好像這一片看起來 就很像一片那個農田一樣 呵呵呵 嘉南平原在這裡這樣 哇 好啦那我們來這邊稍微 準備一下吧 呃當然是要有一些箱子吧 箱子箱子 我幫你們放兩個給他 應該是可以的啊 沒道理不行啊 對啊 沒道理不行啊 因為可能我不會說太常過來到這邊吧 那在這邊的話呢 要先把這個地標先放好了 嗯 就怕他這邊呢會結冰什麼的 那就是說要種大片一點囉 大片一點的話 從這邊開始嗎 從這邊開始嗎 大片大片再大片一點 從這邊開始 一直延伸過來到 到這兒吧 就到這兒 然後因為他的深度沒有辦法說很深啦 我只弄到 只怕叫他整地整到這裡而已喔 這邊的話呢可能就叫他到達這裡吧 或者到這裡 到這裡就行了 OK 再來就把農場方塊給拿出來 晃下去 這樣的話呢就可以確定他的範圍了 然後我們的箱子 兩個箱子可能就放這邊吧 再來這邊我可能要先種 其實都可以啊 因為到時候反正我旁邊就馬上就要做另外一個嘛 那這邊放的先是小麥嘛 所以這邊先做小麥吧 小麥先叫他升級一下 OK升級好了 升級好了之後這個可以先把它給挖掉了吧 喔 旁邊的話可能要先用泥土先稍微 喔 雪球 不我不要雪球 我不要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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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 雪球在太佔空間了啦 真的太佔我身上的空間了 所以在這邊的話呢 OK啊 又吸到一個雪球啊 啊沒關係啊沒關係啊 嗯 那這邊看來都還算是一些 嗯 泥土的部分囉 再來的話呢 就是叫他再升一級 小麥嘛 叫他再升一級吧 看他水會怎麼放 因為他下面的話呢 也會放那個燈嗎 所以他希望他應該可以把這邊都給弄掉 不然我再插幾根火把在這附近好了 然後我才發現原來我那裡面還有一些種子 可以拿過來這邊給他用的 這邊還有一些種子喔 所以現在這邊有25個種子 然後呢在 這邊的話呢 我發現一個問題 這邊寬度是12345 到這邊啦 所以這邊應該也要放那個才對的 這邊應該也要放的 只要自己手動來改一下 然後我需要用火把來做這個東西出來 兩個嗎 好像要三個喔 所以他得再做一個 哇我身上的東西好像滿喔 我想錯了啊 我以為柵欄是要我自己放 結果我忘了他那個升級就是了 把它蓋出來之後我才突然想到 欸對喔 好啦那我只好自己手動來這邊改一下 像這樣子 那我還需要再去撈水囉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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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那都弄好了之後呢 應該就可以叫人來工作啦 叫人來工作 叫誰來工作好呢 就你啦 幫我們弄小麥出來吧 幫我們弄一下小麥 種子也給你啦 就交給你啦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在旁邊這邊 用這個馬鈴薯的地方 好 但是這邊可能我要自己先把它鏟一下吧 這邊先全部變成泥土再說了 哈哈 好 沒問題 好這邊終於都已經規劃出來了 這邊 剛才是鏟了蠻久了 鏟了蠻久了 OK 這邊放一下然後一樣兩個箱子在這邊 然後馬鈴薯的一樣就像這樣子塞給他 然後呢一樣就是先把它叫做 Potato Farm在這裡先叫他升級一下 蹦 剛剛那個怎麼 剛剛那邊怎麼好像空白了一下 然後才又出來了 這怎麼回事 然後這邊一樣啊 再叫他再升一級吧 然後總覺得他這邊升級好像一樣喔 那邊那邊他一樣不會弄出來 那因為他明明一二三四五啊 到這邊是五啊 總覺得這邊也是得用啊 得放了才行啊 對啊 我先 打出一個地方出來 好的晚上又要到了 不過我這邊呢 終於是已經要補完成啦 OK 這邊已經完成了 那再來的話就是 先讓我吃一片牛肉吧 再叫一個人過來這邊工作就行了 嘿 這麼大一片應該可以支撐蠻久的才對 叫一個人過來吧 叫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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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a好像沒有看過他 你拿你拿過來吧 但是 阿都晚上了你也不用工作了 你傳送過來幹什麼 哈哈 是被我陷害的 一定是被我陷害的 那他現在反正他也不會去 Going to my new job 他說要去他的新工作 可是現在晚上你不用工作了 然後他好像也不回家耶 我怕就是這一點 他們不肯回家什麼的 他在吃他的午餐 都晚上你還吃什麼午餐 我都可以睡覺 先睡一覺看看 他們應該也還是會回家的才對啦 只是不知道他們沒有回家 就是這樣 那在這邊的話呢 恩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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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話他又會一直被跳回那個一般的泥土了 好把他產掉了 再來就是等他把這邊種了吧 或者我直接把他種好了 因為我有直接用骨粉然後來吹熟他 讓他可以一次種的多一點了這樣 好我的骨粉已經全部用完了 我只能幫這麼多啊 然後我們等一下來看他會不會自動收那邊的吧 那邊已經全是熟了 他現在在產地喔 他產完了應該會收了吧 你 他需要更多的馬鈴薯才能來種植喔 可是你為什麼不收田呢 你為什麼不收田呢 啊天啊 他為什麼不收田 難道說沒有按照順序來他就不肯收嗎 還是說 他收是有他的時間性的吧 可能他想收的時候自然就會收了吧 反正我大概知道他是按照順序來的吧 這邊也要種一個 還說當初第一個沒種啊 所以他就不會想要去收田 應該是按照順序這樣來的喔 好了 我已經幫他弄好了 那在這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的農田農地在這邊了 就在我的雕像之下 現在的話 因為雕像剛剛這邊很剛好的一點就是說呢 我們在這邊經過的時候 這邊可以看到他的全貌了 不然如果說我們一直在下面 然後要抬頭一直往上面看 這樣就是一直看到我的下巴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倒是可以看的挺仔細的 剛剛好這邊可以這樣下去 然後那邊可以種農田在那邊 然後剛剛那個什麼 雜貨店那一個呢 是有跑到這邊來 然後搜 搜東西的喔 所以這個距離對他來說也沒問題啊 他是會跑到那邊去搜東西 然後回去賣的 不過現在 目前還沒有東西可以給他拿回去賣喔 那我現在去看看他們每一個市民的狀況吧 有沒有什麼肚子餓啊還是怎麼樣的 因為現在人口數是19人 我怕我最一開始只有肉是不夠的 因為那個紅蘿蔔的話 紅蘿蔔是沒有 一開始是沒有辦法那個嗎 沒有地方賣的 現在應該都還好了吧 他們都已經 我還是下車好了 下車來看比較方便一點 很好 他們都沒有那個 沒有肚子餓 沒有特別肚子餓就好啦 你呢 要走近他才行 他居然給我走掉了 我崩潰了 終於又回來了 這個是一個新的皮膚耶 是新的皮膚吧 看起來好像 好像沒見過的樣子 那這邊我看一下 他瘦了一堆的胡蘿蔔過來啊 那我想應該沒有問題啦 瘦了這麼多的胡蘿蔔過來 應該沒有問題啦 所以他們 對 對對對 他們的飽食度都很好 他還在這邊收集食物 原來我 我不小心叫到這個人來賣東西 所以 噢他們都是在這邊那個 shopping的啊 他們都在這邊shopping的 裡面這個應該也是吧 裡面這個應該是在shopping的 然後 然後 那一個要回來的沒有 我們那一個 雜貨店的真正的老闆 要回來的沒有 有 就是他 雜貨店真正的老闆就是他 就你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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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糟糕了太糟糕了太糟糕了 好吧實在是沒辦法了那我想這一集的話就跟大家講一下說我到底做了哪些事情喔然後 也讓大家知道說這邊的話也還需要再一次的整地什麼的然後道路如果說真的還要再往這邊再撲過去的話呢還需要一段時間 然後當然收入來源我覺得是暫時不用擔心的所以好像那個20層樓沒有必要蓋 因為沒有必要在這種時候增加人口然後增加那個電腦的負擔是沒有那個必要的你在這邊幹什麼 他不是挖礦那位人凶嗎他已經等級4了他在這邊幹什麼 他在這邊泡妞的喔還有一條狗在這裡喔欸他為什麼距離這麼遠啊 給我過來給我過來跟著我的法拉利過來你們兩個人要兩隻狗要聚在一起才行 過來過來過來兩隻狗聚在一起 那到時候的話會給你們安排一個好的家的沒有問題 然後呢其實我在哪裡啊我在那個 在我們的馬路上面的時候啊 我有看到說好像 嗯 在哪邊 好再過來一點點 在這邊吧看過去在那邊 這一座小山丘啊 感覺好像上面如果產平的話呢 直升機可以放在這上面有沒有 好像這上面如果稍微產平一點直升機可以放在這上面 所以我可能把這邊先當成我的直升機的停機棚吧 那我可能就要先想辦法能不能做個直升機出來啦 那是下一集的事情喔 可能我們很快就可以在天空翱翔喔 好啦那這一集的話呢 就先主要是把農田弄出來了嘛 超大片農田還有一個雜貨店又出來了 然後收入也越來越高啦 那道路的部分看來也許之後是不會有 比較沒有阻礙啦 只是道路規劃出來之後呢 那某些地方的地要整平一下之後 就可以開始放我的市長官邸啊 或者是放各種豪宅啊 因為一個豪宅的話就讓一個人進來住就好了 然後也可以顯現出這邊比較酷炫一點這樣 就是一個豪宅站的範圍會比較大一點嘛 這個時候在我的小地圖上面看起來 整個模樣就會比較大 然後道路再延伸過來到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可以開著車兜風 然後來觀賞這邊的奇異風景 OK 所以 哇 接下來要做的事情要好多 不過呢我會 呃慢慢的把它達成或者說 慢慢的嘛很快的 哈哈 一步一腳印的把它去達成哦 那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這一集就先到這裡囉 我們下回再見了 各位拜拜